国际刑事法院近日就当前以哈冲突申请逮捕令 对象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迦兰特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向本台表示 这些指控不实 我们也一起来看全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近日申请的逮捕令中 包含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公开发言表示 以色列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 不会受其约束 此刻国际刑事法院施压 是希望以色列停止加沙的军事行动 这将使意图灭绝以色列的哈马斯 在加沙继续掌权 以总理府发言人告知本台指控不实 有足够物资进入加沙 以色列在加沙 以色列还有128名生死不明的人质 以色列总理总统外交部长等多位领导人 强调10月7日被袭击后 以色列有自卫权 多国尝试斡旋以哈 希望促成协议 早日结束战争 发言人告知本台记者 以色列愿意通过第三方非公开渠道 与哈马斯沟通 只是为了争取人质 以色列要达成的是人质协议 不是停火协议 对哈马斯展开军事行动的目的 从未变化 有以色列官方声音向本台表示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之所以无法成为战后加沙政权的接替者 是因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长久以来对反语的教科书 核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 并且对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发放额外的抚恤津贴 凤凰卫视胡椒一史 恒特拉维夫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